把兩個相乘的結果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達到自動化的目的了 所以以後的話你可以 一個其他就是自動帶出來 再來最後還有保護部分 保護的部分的話呢 分成公式的保護 有沒有 你現在看得到 第二個是資料的保護 如果我要篡改金額 這個時候呢 可以改 但是不對啊 改了到時候後面的東西都不見了 都不對了 怎麼辦 所以喔 我要怎麼樣保護公式 不讓人家看到 要讓人家沒有辦法修改 這個非白色區域的都要保護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何保護 前面不知道有沒有講過了 第一個請你全選 滑鼠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保護 請你呢 全部都不鎖定 全部都不隱藏 因為他預設是全部全部保護喔 可是呢 我有部分的這些都不保護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然後再來怎麼樣 針對我要保護的部分 把它再打勾保護喔 OK 所以我要保護的範圍是 包含就是這個我要保護 按Ctrl鍵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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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能保護 這個 這個 還有這些範圍 這個不要保護 這個可以選 這些都不能改喔 不能改的部分的話呢 我就把它選起來 然後呢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剛剛是全部都沒有保護啦 就是把保護全部取消掉 鎖定 鎖定的意思是保護了 隱藏打勾的話喔 裡面有公式 就不會顯示 所以其實兩個 其實做法是一個 我看看確定 確定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還沒有喔 記得教育 保護工作表 輸入密碼 按確定 這個密碼喔 我是比較建議 輸入啦 因為你如果沒有 沒有輸入密碼 人家直接切到這邊 取消掉就可以 但是如果說你有加密碼 他取消 就會跳出密碼 對方不知道的話 那就沒有辦法取消 OK我們試一下 有不要放這邊 公式不見了 修改金額 保護住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喔 那 剛剛的動作特別注意喔 密碼會出現 如果要取消一定要密碼 記得第一個喔 全選 把那個保護 有沒有按右鍵喔 這邊儲存個格式 保護通通 不保護 再把要保護的部分 選起來 打勾 設定一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 因為有些地方喔 可能之前前面有講過的 那我就略講 那 可能這個前面沒講過的 我就講了喔 稍微講一下喔 主要是針對你們可能 比較 不熟悉的部分 那 那保護部分的話 如果有一些細節 你可以做做看啦 如果實在做不出來 沒關係 我有把剛剛的動作 把它錄下來 如果有需要參考的話 可以再看過 或者是說雲端上好像 我印象中 雲端上應該也有 那個截圖啦 有些細節的截圖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可以看一下那個 我們這個範例是 這個範例是那個 雲端白板裡面的 銷貨單 銷貨單